一位妇人好心说要帮市长老爷爷买电动刮胡刀,还大方表示不够的部分他愿意帮忙贴钱,结果拿了钱之后人便消失无踪,图结自爆料公社,分享。 一名网友在脸书爆料公社,彭文表示,一位市长老爷爷想要去买电动刮胡刀,他在龙山寺遇到一名妇人主动带他到电子商场,并表示可以进去帮老爷爷买。 该名妇人对市长人老爷爷说,电动刮胡刀大概要700元,因此将老爷爷身上仅有的500元拿走,还大方表示剩下的钱由他补贴即可, 要老爷爷坐在附近的彩券行门口等。 没想到,那位老爷爷等了很久都不见那名妇人回来,疑惑的像同样坐在彩券行前的男性业务员询问, 那位业务员走进商场绕了一圈,却不见妇人踪影,该名老爷爷才惊觉自己被骗了。 那位男性业务员表示,他有看见妇人走进电子商场,但之后就没有注意了, 后来他也协助受害者报警,并且提醒那位爷爷以后不要再随意地将钱交给陌生人。 最后该名是仗爷爷也在警察的协助下返家。 原本在帖文中还有附上商家的监视器片段,提醒大家多加注意,如果有看见影片中那位假好心挣扎财的妇人,希望可以协助报案。 帖文一出,网友纷纷生气的留言表示,骗拐是仗老人家,真是恶劣极了,为了五百元流。 一个臭名,不要欺负是仗老人,他们生活已经不容易了,别再让他们对人性感到失望,原本以为是个好心人,结果是个好有心机的人。 也有不少网友在底下留言询问有没有办法联络到那位受害的是仗老人,希望能够提供帮助。 有阿伯的资料吗? 我可以买一只新的电动刮胡刀送过去,电动刮胡刀还买得起,阿伯地址给我立刻记忆之趣。